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 J組賽事 北馬其頓主場迎戰德國 上次對戰北馬其頓作客爆冷擊敗德國 今次究竟北馬其頓可以再下一城 還是德國可以復仇成功 我是講波又講馬的瑩瑩 世界盃亞洲區的外圍賽 來到第三階段 都是俗稱的十二強賽 分了AB兩組 在BOY組的日本 出閘脫腳 對著亞馬和中國 都只是贏得一場 接下來回到主場對澳洲 都有少少牙軟 但是希望他們可以谷底來反彈 在主場全取三分 大家好 我是市保駕餐多 吹水巧囉嗦的直騎 國際賽又來了 在世界盃南美洲區外圍賽 巴西現在一枝六獸 基本上出線都是坐定粒綠 但哥倫比亞就不是 而且哥倫比亞現在還要爭出線 靈魂人物發卡奧 近來在世界盃真的好欠 另外其實哥倫比亞兩翼側擊 都是有一定的保證 到底這個夾檔騎 他們可不可以主場在巴西身上 拿到分數呢? Hello 我是出道踢前鋒 現在打房中的足球節目主持人 堅情聚員 郎中惠 Hello 歡迎收看今集的 麥波都J 又是國際賽了 接下來我們會講世界盃外圍賽 首先我們第一節先講歐洲區 北馬其頓主場對德國 大家怎麼看呢? 很熟悉的面孔 歐國盃都見過 北馬其頓 其實歐國盃之後 這幾個月都發生了很多事 教練就走了 教練就換了人 彭蒂夫就退出了國家隊 到底現在北馬其頓有什麼可取的地方呢? 還有什麼人值得留意? 其實今次選人 我見到有一個球員值得說一說 因為有一個入籍兵 就是來自瑞典的 就叫做拉基比 就踢這個馬毛 今次就首次入選國家隊 所以都看一下他的表現 因為可能都比較少入籍兵 北馬其頓 其他就 其實前線就 我覺得削一些 因為不是說只是沒有彭蒂夫 而是整體進攻 我看回一些入選的名單 跟歐國盃當時相比 前線就比較多新面紅 所以就這件事給大家參考一下 即是現在在這個組別裡面 北馬其頓就叫做 在六隊當中排第四 值得留意就是 其實這些比賽 都是在歐國盃之前已經踢落的 換言之 並不是新教頭執教之下 帶隊出來的成績 北馬其頓在歐國盃給我們的印象就是 當然 他是一隊相對比較弱的球隊 在歐國盃這麼多隊之中 但踢出來的球 我們都覺得很有味道 即是有他一套的風格 有些吸引到球迷的地方 但可惜都是零分 是的 但是孤核論 我們就不要看過分數 起碼是場面上面都有一些亮眼的地方 但轉了一個教頭之後 整隊球會變成怎樣 其實真的是一個未知之數 特別就是房中衛都說了 彭迪夫 即是退出了國家隊之後 其實就等於北馬其頓 過去十幾二十年以來 最重心的位置就消失了 究竟隊球會變成怎樣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很有趣 其實他們上一次對戰 北馬其頓作客 是贏了德國 即是今次究竟是北馬其頓可以繼續贏 還是德國可以復仇呢 或者那些黑星的味道 那一場即是記憶猶新 因為可能近一兩年 國際賽的比賽之中 其中一場經典的爆冷之作 但是北馬其頓 其實整體踢法 都算是有板有眼的 進攻的組織都不差 還有這一組 其實剛才阿積奇都介紹過形勢 德國應該是一枝獨秀 但是其他 亞美尼亞、羅馬尼亞 站在北馬其頓的角度 他們會覺得 爭這次名去進入附加賽 有條件可以爭得到 分數就這麼接近 雖然這一輪 其實是在這個檔期之中 第二場的賽事 但是要留意的是 如果德國在第一場 這個檔期的第一場球 順利得到三分的話 其實他們是對著 列支敦士登 即是下場的賽事 之後才會再對北馬其頓 會不會有些流力之嚴 很輕鬆 可能兩隊都不用流力 那倒是 所以波膽 大家猜什麼 我自己說 我覺得 德國這次一定是可以復仇 應該 我猜波膽是0-3 但是德國贏3-0 我覺得當然那場是爆爛 戰果是完全沒有人估計得到 但是當時的德國 是相對比較混亂一些 整隊球 無論是選擇什麼人 入大名單去踢 又或者到場上用什麼戰術等等 相對比較混亂 當然在歐國杯裏面 他們的成績都不稱得上太好 是 但起碼對球好像找出一個造型 我會覺得 對德國始終都可以投以信心一票 而且陣中很多位球員 應該都希望博下表現 你會留意到 比較多球員 即是無論是前線 可能是天武雲拿 新尼 基納比等等 其實在新球季 就不算非常非常突出 可能就會憑著 國際賽週期有兩場球 會不會做好表現 找回狀態呢 所以剛剛講的幾個球員 我覺得都有能力去爭入球 所以我猜過0-4德國贏 嘩0-3 搞到我又唱反調 唱反調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猜得國贏不了 我猜得國也是贏得到的 但就贏2-1 因為 其實這次德國的入選名單 看一看中前場幾次正 中後場後防線選了兩三個新人 大家都可以留意泰軍名單 其中一個就是尼高書諾達碧克 就是來自佛賴布的中堅球員 都可以留意一下他 未代表國家隊 但是因為德國就剛才都說過 這場作客對著北馬其頓 是這個當其是第二場 剛才都說錯了 剛才應該說 德國第一場的賽事 就是主場對著羅馬尼亞 所以看看會對著羅馬尼亞那一場 和這場對著北馬其頓之間的 那個輪換又會是怎樣 球員之間的戰意的態度又會是怎樣 但我覺得如果順利可以贏到羅馬尼亞的話 作客對著北馬其頓 那又更加多條件 和理由可以出賦選 或者會失波 加上我不知道有什麼黑星未到 可能北馬其頓對回德國 突然很醒神 那很難說 我從這個角度去計算的話 我覺得德國小勝二比一 那我講一下主場的北馬其頓 其實他的分組賽表現 其實我覺得不太理想 暫時到我們錄這一刻為止 踢了六場賽事 兩勝三和一副排在第四位 近三場的賽事 對著羅馬尼亞、冰島、亞美利亞 都是贏不了 狀態其實都是一般的 而且北馬其頓的功力 都不是那麼好 他們已經連續三場主場賽事 都是進不了球的 加上之前歐國盃 北馬其頓 在小組都三戰全敗 有失白球 零分出局 都看到北馬其頓 對著強小小的球隊 表現都不是那麼好 上次剛好爆爛 對德國那次 看回北馬其頓的近況 功力又不好 防守又守不住 我覺得今場對著這麼厲害的德國 很難再爆多次爛 差一點都忘記了 那時候還不是費力克教 那時候還說是路維 現在費力克那種足球高強度很多 所以如果德國或者費力克保持進攻足球的震懾力 應該就真的開行Turbo的話 是有條件數一下北馬其頓 不過就之前其實 譬如你說對著列子敦士登 德國作客那一場 都叫做佔優之下 入得兩球 我想很多球迷都有點失望 不過又一場一場計 但是我想大家都對德國 可以上演這個王子復仇 是沒有任何擔心的 剛剛講到北馬其頓戰績是兩勝三和一負 講到歐國盃之後就換帥 歐國盃之後的換帥 正是三場都連續和球 所以在這個新教頭 這個叫做米利夫斯基 即徽夏 是未拿過三分 當然也是在這個外圍場未輸過 看回他接下來幾場的對手 他會先對這個組別最差的那一隊 叫做列子敦士登 接著就對德國 最後兩個對手就是亞美利亞 以及對冰島 你說北馬其頓有沒有機會 就是拿到一個次名 去再踢下一輪的附加塞 然後爭出線呢 好似看來都還有些機會 但是要搶分都未必可以在德國這一場搶 因為目標是出線 當然想拿分 拿分呢 你北馬其頓都不夠膽和德國對攻 當然我估計 但是你在主場想要守和德國 就絕對不容易 畢竟對面的個人能力強不少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種叫做怕輸 但是又不敢去搏贏 這個情緒之下 就會被德國數下一球 數下一球 是的 德國的分組賽表演都不錯 因為我們錄影這一刻 他還未踢對主場對羅馬尼亞的賽事 所以暫時成績就是 六戰五勝一負 排在小組第一名 自從費力克上任主帥之後 德國的表現 精神面貌 好像都換言一聲 近三場賽事 是全部贏了 攻入了十二球 同時後防保持著這個零失球 絕對可以說是攻守兼備 就算連天武雲娜都好像重生 三場都有入球 可以看到其實費力克都有他的功架 兩隊上次對戰 德國主場輸了 這次作客來到球員 我覺得怎樣都一定會更加落力去踢 看看兩隊近方 球員質素和狀態 德國都明顯是被北馬其頓優勝 無疑都要支持德國作客北馬其頓贏 我想這場應該簡單一點 下一場就不知道是不是 下一場我們很快 我們跳去南美洲區 稍後回來再講 這次要講講其他區 這一集我們很多區都會環遊世界 剛才去了歐洲 現在又要去南美洲 南美洲的世界杯外圍賽 都去到白熱化階段 不過有一隊球 就不用問貴了 現在這樣的成績 都肯定出線了 就是巴西 德國八場都贏了 沒有人在事前會覺得巴西是這麼強 這麼壟斷性的 這場雖然作客那輪比亞 然後就主場對著烏拉圭 哥倫比亞會先對烏拉圭 然後就會對著巴西和阿瓜多爾 所以我們講的這一場就是第二針 可能就是中間夾著那一場 其實就講到哥倫比亞近年都有點清黃不摺 今次其實就繼續都是見不到我們最熟悉的 詹氏洛迪故事 哥倫比亞在世界杯外圍賽的成績真是一般 到我們現在錄這一刻為止 其實暫時看了九場 只有三勝、四和兩副 排在第五位 我覺得比我們預期中可能他比較差 因為歐洲南美區外圍賽 頭四位才可以晉級到決賽州 第五位他可能要踢附加賽 所以哥倫比亞如果想要晉級 成績怎樣都應該要有所改善 其實就看回外圍賽成績 都幾大開大合 你知道南美區未必有很多球進去 但是出現在哥倫比亞 因為現在踢了九場 入十六球、失十六球 其實以十支球隊來計 出現在他們身上的入球和失球數字加起來 是排在第二位的 僅次於玻利維亞 所以可能大家猜會不會覺得 哥倫比亞的比賽都很開放呢 但是巴西那邊 都是跟剛才我們第一節說德國有點相似 就是現在你拿著這麼大的優勢在手 作客其實近期都很多 上一次九月份的國際賽當期 我都記得了 很多輪換 基本上都不用怕 讓大家出一下 加上現在這樣的環境 英超球會又可能不太放人 所以那些實力一定是大打折扣 但我又覺得 以哥倫比亞今時今日 又未必贏到你 所以我先走 這次1比1 1比1嗎 我哥倫比2 都是巴西贏了 都是總入球2嗎 那我看你了 我覺得 都一定是猜巴西贏的 我未想到一個原因 值得去支持這隊哥倫比亞 首先 包括九月份那一陣外圍賽 他三場球都有失球 但是那三場對著什麼呢 對玻利維亞 對巴拉圭 和對智利 其實都是現在 在整個組別入面 排名比較後的球隊 你對一些排名比較後的 都要失球 你對著現在仿翅如日中天 一般的巴西 當然 剛剛的大賽 美洲杯就是阿均廷贏的 純粹說回世界波羅圍賽 巴西好像是如日無人之境 什麼球都贏了 很難相信哥倫比亞 不會失球給巴西 這是第一點 所以哥倫比亞是失球的 其次就是 尖斯洛迪古斯 是我們最熟悉的 又沒有 另外有什麼球員值得去留意 或者覺得有能力去攻入巴西 都有的 例如有一個找到 叫做寶贊 但是這個球員 你說他是不是很穩定 不是 他純粹是對上一場 對智利入了兩球 那麼哥倫能力 是有一定水準 但是如果巴西正常常 用一些常規的陣容 我覺得寶贊 未必真的可以有什麼甜頭 所以我也是猜巴西贏得來 巴西不用失球 所以我也是猜寶比爾 是啊 看回哥倫比亞 真的不是很划算 看回哥倫比亞近九場的比賽 其實只是贏得兩場 當中失了十球 看到哥倫比亞的近方 真的不好 而且防守一點都不穩陣 剛才你說他失球很多 加上哥倫比亞在主場 是超過十八年 還未贏過巴西 好像整個魔咒陪著他們 所以這場主場要對著巴西 我覺得他們都是 差一點 巴西看看球員的心情 會不會放鬆 因為我覺得 我有種感覺 就是他們現在的全勝姿態 就會在這個國際賽當期 就會告終 即和或者輸都是要告終 沒什麼需要拼搏 剛才也說過 現在的國際賽的氛圍 球員 國家在球會徵召的球員 不知道能否徵召到 球員又不知道會不會集中 在聯賽的旁邊 我這裏有個疑問 另外入選的球員 巴西其實前線 有很多新人 跟大家說一下 我想大家都認識的 列斯聯的拉芬拿 左腳的 右邊 在踢右翼的左腳翼鋒 另外 同樣地都是踢右邊的左腳翼鋒 就是亞即士的安道尼 歐聯大家也可能見過他的表現 另外這個厲害了 阿發卡巴爾 名字真的很陌生 一米八六的前鋒 踢巴素尼 今屆在瑞士超級聯賽 十七場入二十球 你說他這麼厲害 我真的不懷疑巴西是公 我避免信給你們 但是幾位球員都沒有代表過國家隊 哥倫比亞那裏 其實剛才即棋都數到 譬如你有前鋒位置 其實都有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球員 今季在西甲都踢起來 發卡巴 這個厲害 這次有沒有入大名單 這次是有的 另外這個古阿達道有沒有入大名單 都有在 OK 還有一些看頭 是啊 邊路側擊呢 其實哥倫比亞 邊路的進閘 他們的側擊攻勢 都有一定的威脅 現在爭出線呢 因為其實現在哥倫比亞 就不想不下 第五位 他們的戰意一定是毫無疑問 強過巴西 看看可不可以在巴西身上 拿到一分 不過我也是看好巴西的 因為巴西在外圍賽 成績真的有很多不得之了 到目前為止 暫時是八戰贏了 入十九球 塞得兩球 排在榜首 遠遠是 都叫做拋離阿根廷 第二位的阿根廷 即是六分那麼多 六分那麼多 以往巴西隊的球迷來講 是挺起出望外的 是啊 所以其實看到 巴西的近況 真的非常之好 而且看到巴西 可以作客特別醒神 近十場作客的賽事 全部贏了 入到二十三球 只不過是失三球 當中包括贏哪些呢 就贏德國1比0 贏智利1比0 贏烏拉圭2比0 對著這些強隊 其實他們一球都沒有失過 在南美球大部分球隊 都是攻強過手的情況下 巴西就不同了 看得出他們的防守 亦都很穩陣 真的可以說是攻守兼備 今場作客對著哥倫比亞 我支持巴西 可以作客贏球 十一連勝的作客 我感覺巴西現在 在整個防守體系上 令人最安心的當然就是 門將的位置 無論是利物浦的艾利遜 還是萬城的艾達神 我們譯名是這樣 兩個都叫做世界是頂級的門將 又想問一下 這兩位的頂級門將 又會不會在這個檔期中 又踢呢? 我懷疑 因為這次選擇三個 即是三個門將 會不會一人一場 都不奇怪 其實巴西出龍門 由當年迪達的年代開始之後 都好像保持著有一些叫做一流的門將 到現在這一代 艾利遜和艾達神 兩個都真的非常非常之勁 誰去踢這個一號位 就真的猜八戰突輪流都可以 大家開心 還有我想我們三個 唯一的共通點就是 所以我們都覺得 剛才仍然也帶出了數據 就是巴西對著強隊 光聯冰亞雖然也未至於強隊 一線尾二線頭 但是防守是很穩固的 光聯冰亞我們又覺得 面對著巴西 你又有沒有本錢可以入很多球 雖然你說之前的外圍賽 好像很大開大合 但是一場一場這樣算 之前的對手的級數 始終跟巴西不可以相提並論 所以我們大家都好像 估計是入球不多 未必有很多 我覺得當然巴西多 叫做國家隊的新人 會博表現這些毫無疑問 但是始終都是在一個 這麼密集的賽程之下 又不需要開Turbo去數對方 我處於在巴西 有能力去主導整場比賽的 這個前提之下 我相信他們有兩球左右 應該都夠被 好了這一節就差不多了 我們轉頭去哪裡 轉頭去最後一個大區 去亞洲區 休息一會 好了 來到今集最後一節 記得幫到J 剛剛提過了 就是去亞洲區 選了這場球 就是日本對澳洲 當然澳洲這對球 踢亞洲區的足球比賽 其實已經很多很多年了 但是直至我選了這場球 想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再問一下身邊一些 相對沒有那麼看足球的朋友 他們都會覺得很奇怪 是嗎?澳洲都踢亞洲區嗎? 他們說是呀 那紐西蘭呢? 紐西蘭不是啦 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已經是既定 有很多很多年的事實來的 當時澳洲都是為了提升自己的水平 提升競爭力 就說我不會留在大洋洲區 就每次都好像霸著一個 必然有的世界杯席位 寧願去亞洲 踢多些外圍賽 去提升水準 好了 說回到今屆 現在 即是2022年 這個世界杯的外圍賽 已經去到亞洲區的最後一輪的階段 亞洲區 當然亞洲有很多國家 分了三個不同階段的小組賽去踢 現在就叫做 統稱或者俗稱的十二強賽 最後一個階段就分了A、B兩組 而日本對澳洲 這裡就是B組 接下來就是他們第三、第四場球 我自己覺得這一組其實都頗壁淚分明 這一組裡面 其實六隊球是哪六隊呢? 就是澳洲、沙達拉伯、日本 我覺得這三隊的實力明顯凌駕於另外三隊 另外三隊就是亞萬、越南和中國 所以現在這場 你可以說六分球 日本對澳洲 因為其實 賽制首次名的球隊 是可以直接晉身這個世界杯的決賽州 所以這場比賽其實都關鍵 尤其是對於主隊的日本 由於之前那一輪 即是九月份那一輪 竟然主場爆冷輸給亞萬 所以更加對著澳洲 希望不要有什麼差距 所以我覺得這場來說 日本都算是不容有失 所以我覺得日本這一場是會贏到澳洲 我的球膽就估計2比1 我對於比分 這一刻我未有一個太清晰的概念 但是純粹說 再抽離一點點 正正是因為頭兩名都直入世界杯的決賽州 第三名還要對A組的第三名 然後第二回合贏了的歌隊 所以才可以跟其他州的歌的代表 爭取最後那個位 所以是辛苦很多倍的 可以說是 所以日本想出線 都必然是要直接拿頭兩名的 但是澳洲和沙特其實都頗穩陣的 特別是現在在亞洲區的外圍賽來說 他們踢出來都很有說服力 日本是不是真的這麼有能力去贏澳洲 有一個場外的因素 不可以叫場外的 有一個前提 就是我覺得他對沙特的那一場 就不可以說踢到殘 因為在接下來的檔期裡面 他們會先對沙特 然後再對澳洲 所以如果第一場作客沙特踢殘 回到主場對澳洲就會很危險 純粹我們不要理會沙特那一場 我也猜日本有能力贏 不過就小勝一比零 嘩今天真的全部和我唱了反調 我和兩位拍檔真的全部都唱了反調 日本其實近期開始有些 香港的日本的球迷朋友也好 或者當地日本的傳媒朋友也好 對教徒的森寶一是有些微妙的 因為森寶一大家都很熟悉 一百年生日盃就接手 一直領軍到現在 但是上個月其實兩場比賽都一般 很一般的 剛才提到的輸給亞晚 還要主場 另外其實對著中國 都只是僅勝一球 因為其實中國坦白說 其實你看到攻守的平衡 或者這一組的實力 整隊的戰鬥能力 我覺得他真的比較弱 那一隊 你還是贏得一球 還有踢出來的形狀又一般 所以很多球迷都覺得 森寶一 小一輩 你當然是領軍的成績不錯 但是現在你是不是開始有些去到盡頭呢 還有現在大軍名單 可能他的想法是選了很多外流球員 但是裡面日本國內J系列那些 踢得很好 例如川崎前鋒那些 或者其他十目星理船的球員 你又沒有怎樣選 好像被人覺得 你是傾向外流兵 又好像這群外流球員 又有些各自為證 所以好像氣氛不一般 相反澳洲 其實新教練 格拉園馬阿洛 都叫做領軍 兩三場 其實之前的檔期 其實那些球都很穩陣 貫徹澳洲一貫的風格 我覺得 我選這場球是沒有球進的 0比0 唉呀 那麼滿 我自己講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 日本會這次會贏 其實看回澳洲 這次的世界本外圍賽 其實是表現很好 在第二圈分組賽 八戰全勝就晉級 當中是入到28球 即是失了兩球 到現在 就十二強分組賽 到我們現在的六這一刻 暫時都是兩戰全勝 而且是不失一球 排在B組的榜首 近方 十戰全勝的狀態 真的看起來好像非常之好 但其實大家要留意 十場對手入面 包括哪些對手 就有科威特 躍彈、尼泊爾、台北、越南、中國 其實都沒有說哪一支是特別的強隊 而上一次對著亞洲的強隊 作客去到南韓就輸了 加上澳洲超過十二年 是未贏過日本 看到澳洲其實都算是欺善怕惡 今次作客來到日本 我覺得他們是難踢的 我覺得日本是應該可以贏了他們 在於澳洲來說 就不想輸這一場給日本 因為房東偉都說了 是小組入面的六分大戰 畢竟大家都是明顯 在這個實力上 應該都是在前三 在這個小組入面 所以澳洲應該都不會跟日本對攻 這是必然的了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猜日本可以贏到1比0 正正我又反過來 我覺得外流兵的確是有一定的能力 當中有哪些值得留意呢 肯定就是這個二十歲的九豪健英 這個在西甲踢馬勒卡的年輕人 其實在近這兩場的外圍賽 第一場他沒有正選 第二場他正選上陣之後 我覺得他真的交到功課 但是當然你說整支日本隊 現在是不是有十年八年前 這麼sharp 這麼好士氣 的確沒有的 但是就憑著一些年輕人 可能來衝擊一下 都應該有一定看頭 所以我會覺得既然主場出戰 都要給他一點面子 我猜這個1比0 或者是0比0 其實日本在世界盃俄圍賽 第二圈分組賽的表現是很好的 八戰全勝 當中是入了46球 非常之驚人 功力可以說是亞洲第一 來到12強分組賽 日本出閘脫腳 主場輸給亞盟 暫時去到我們現在這一刻 兩戰一勝一負牌第三 因為小組只有頭兩名可以直接晉級 即是世界盃的決賽州 所以日本今場對著榜首的澳洲 真的不可以有任何失誤 看回日本近六場主場賽事 五勝一負 入23球 只是失三球 攻守都算兼備 加上日本近七次對著澳洲 是未輸過 所以今次主場迎戰澳洲 我有信心他們可以贏到球 剛才吉奇介紹過日本的一些小小的軍用 輪到我又選了兩個澳洲的球員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個球員 可能大家上一輪都見過他 膚色未必你會覺得他是澳洲人 因為原來前線的逆風馬比爾 厲害了 在肯尼亞出生 父母親是南蘇丹 南蘇丹是非洲國家 2006年移民去了澳洲 所以選擇代表澳洲 因為澳洲向來大家以為他們 多數都是神高神大 踢法未必是很華麗那種 但是這個進攻球員 逆風有些爆破能力 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有個中堅球員說這個很厲害 因為我看一看資料 踢中堅七場球入六球 我也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能亞洲區那些 相對矮小一點 對 所以七場入六球 我也明白了 可能之前那些外圍賽累積 原來他是在踢屎督城 就是這個哈利蘇達 身高1.98米 橫埃琴兩米高 對著日本的防線 會不會有些高控波不怕你呢 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就 好 門戰一場 沒有說門戰 你也未必是門戰 陰功 我選擇就沒有幫助 澳洲還有兩個中堅球員 名字可以說一下 就是踢西路迪的諾智 都是一個AM 即進攻中堅的位置 有一定的球底 如果大家想看澳洲有哪些 核心去組織的話 可能就是諾智分球 給26歲的逆風球員馬比爾去哨 但是日本那邊 雖然已經年紀大 但是吉田麻雅在中堅位置 我覺得都還有一定的信心 希望可以順利在主場 零封到澳洲 好了 我們總結一下這三場球 第一場大家應該都比較一致 不馬其頓對德國 大家都不會拼不馬其頓贏吧 拿分也難 這個比較難拼 當然盤奧上 大家買德國贏 他好像比較保守 當然要臨場大家再有些牽事 或者到時DM問一下瑩瑩 第二場呢 第二場哥倫比巴西 巴西贏 巴西贏 整體我覺得未必一波會多 他會幾軍勢那種 不過這集我說什麼 因為我跟拍檔都有很不同的意見 第三場也是 第三場 其實就是 都是我共識的 我們就覺得日本不會輸 也是 主場出戰的日本 應該可以起碼保住一分 但我們都應該有人選擇一個重心 即是覺得這一場 大家叫哪一個重心 我先選擇 我就選擇日本對澳洲 日波小了 不會多 OK 那我就選擇日本對澳洲 半場無波合 我也是選擇這一場 半場無波合 但我選擇日本贏 OK 好有重心 我們都一致的 這件事可以 重心一致 那一場 半場0比0 總角球小 然後日本贏 但日本贏 最值得留意是開球時間 當然是 非常特別 這一個晚上6點多 喂 6點14分 我就看看它是否14分開球 當然沒那麼準 看看我們這次的提示準不準 好了 今集什麼波都J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